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是6月12号新眼光 6月12号新眼光 我们要看的是诗篇20篇 诗篇20篇 我们一起来读 愿上主在你遭难的日子 顾念你 愿雅各的上帝保护你 愿他从圣殿援救你 从喜安山支援你 愿他接受你所献的贡物 愿纳你的烧化祭 愿他成全你的心愿 成就你一切的计划 这样我们就为你的胜利欢呼 颂赞我们的上帝 庆祝你凯旋 愿上主成全你所求的一切 现在我知道上帝把胜利 赐给他所立的君王 从他的胜高天应答他 以他的大人使他得胜 有人倚靠战车 有人倚靠马匹 我们却以信靠上主 我们的上帝 他们要瓦解扑倒 我们却坚力不移 上主啊 求你使君王得胜 我们呼求的时候 求你应答他 我看到这篇诗篇的时候呢 我就立马想到那个赞美超里面那个 那个一首歌 有人靠车 有人靠马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挑过那首 但是我们立马想到这首诗歌 确实就像那个诗歌里面 很简单的一直不断的告诉我们说 有人靠的是战车 有人靠的是马匹 但是我们确信靠的是那位上主 我们的上帝 在这篇里面 其实我们 我们看见他不断在歌颂 然后在祈求上帝 在患难的时候看过我们 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个 好像要去打战 要去征战的祈祷 当然这样的祈求 源自于我们虚心在上帝面前 真实的将我们生命的经历困境 摆在上帝面前 然后我们是为上主去征战 我们打这场战不是为了我们自己 而是因为我们要 依靠耶和华 依靠上帝 使我们得着胜利 所以在那个一道事件里面 我们不断的看到他说 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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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态当中 然后再回到 依靠 然后再求上帝的应允 答复 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 诗人很清楚的知道 上帝是那位保护他的人 上帝是那位同天上应允他的人 上帝是那位能够 使他在患难当中 当然依靠战车 依靠马力 依靠说的一切的时候 我们却依靠那位上帝 在巴勒斯坦在当时候其实 不擅长有马 有马这样这个动物 我们了解到 在这个巴勒斯坦这地方呢 有羊 然后有驴 或者是很少部分的其他的家畜 所以我们知道在巴勒斯坦的牧羊的里头 几乎是羊群片满 那运送的话就是运送食物就是用透过驴 所以我们印象里面你看 放羊的牧羊人 或者是你看他们 从那个城市到那个城市 骑的几乎是驴 只有从埃及来的会骑骆驼 或者是我们了解 当时候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后面的追兵就是马 所以这个马的使用 战策的使用对以色列人其实不熟悉的 这是埃及人比较多产马 我们了解这个情况就会发现 他在这个情况里面 斯人似乎在说 那个从外面来的敌人 是他们不熟悉的那个敌人 甚至武力高过于他们 或者是那些装备高过于他们的那些人 看起来他们没有胜算 但是在上帝里头他们有胜算 所以第八节就说 他们要瓦解扑倒 我们却坚力不移 因为那个战胜的关键因素 不在于你的装备 不在于你的战力如何 而在于你仰望上帝 所以出战之前 前面的祈祷就非常重要了 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 愿上帝在我什么样的日子 愿上帝如何帮助 从援助资源 然后到成就上帝的计划 我们看到斯人在说的这个祈祷 是完全把自己放在上帝的计划当中 让上帝为上帝征战 而让上帝为他们预备说的一切 我想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不是依靠人 不是依靠我们有多少财富 或者依靠我们有多少的这些资源 而那个资源我们要知道的 我们依靠的就是从耶和华 从上帝而来的 我们所有的一切成与败 在于我们如何依靠上帝 我们如何从上帝来的援助 从上帝来的资源 而我们就是单单成就上帝的计划 当我们真的把自己放在上帝的计划当中的时候 上帝就帮助我们 应允我们一切 即使有患烂 上帝也保护我们 经过那十元灵欧果 你是不是有经历到 这个世人他所经历的这些内容 这些过程 所有的计划在上帝的恩典里头 我们一起祈祷 当人依靠战车 依靠马匹的时候 上帝我们却要依靠你 上帝帮助我们 依靠你的名 因为你的名 我们得着祝福 因为你的帮助 我们得着勇气 因为你的资源 我们看见你的计划 主你的帮助要成为 我们得胜的记号 你的帮助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使我们回转向你 使我们更深坚定的依靠你 祷告奉主的所有名求 阿们